一名男子身穿藍色雨衣 戴著銀色安全帽 先是在收銀台翻找一輪 接著走向女店員 要他把錢拿出來 還一度拿著鐵敲 往女店員的肩膀上一揮 沒想到卻遭女店員大聲呵斥 嚇得嫌犯趕緊奪門逃逸 男子被女店員呵斥後 嚇得一臉驚慌 接著就直接往超商旁邊的巷弄逃跑 他先是脫了安全帽 並沿路丟棄雨衣 鐵敲 口罩等犯案物品 他有話 但是帶來你話 對 你如果帶來 他要動手要動 鐵水 警方現場採證 女店員模擬事發經過 真的嚇壞了 還好當時沒有進一步遭受攻擊 經過清點超商也沒有損失 是因為在過年期間 因為陳明瑜賭博 積欠賭債 然後轉向 然後借高麗彈 那決案這句後依搶奪罪 依送機動機器人身犯 搶擺過年時 因為賭博輸錢 借了很多的高利貸 為了還債 竟然挺而走險 進入超商 假裝要買咖啡 但手拿鐵敲 身穿雨衣 早就被女店員給盯上 最後錢沒搶成 高利貸沒還成 還得吃上老飯 記者朱定龍 李慧 基隆報導 林文昇 中佩 invit 蒂文昇 Schall